印度阿三嚣张来华挑战 而中国拳手大展雄风 连续杂击数十拳 急速KO印度阿三 这位正是来自印度的沙伊塔亚加瓦利 曾获得过印度65公斤级冠军 职业战绩6胜2-3次KO 赛前的印度阿三也是十分嚣张 更是扬言要在中国打出自己的名气 严锡波作为半路出家的农民拳王 曾经仅用6秒将日本拳王KO 还打掉了对手5颗牙齿 至今还依旧保持着最快速度KO对手的记录 至今几乎无能人破 被全迷称为中原飓风 比赛开始后 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加瓦利率先一记低扫打开局面 严锡波则是后退躲闪 印度有印度的这个力量 严锡波上前一记低扫 被加瓦利截住打出后手迎击将其击退 严锡波抓住机会 一记高扫上头命中对手面门 打了加瓦利一个量呛 随后阿三迅速调整状态 逐渐压制上前 严锡波一记低扫进攻 吓得加瓦利慌忙躲避 随着比赛的进行 加瓦利冲向对手连续的重拳 不料被严锡波抓住防守空档 一记转身接后手中拳将其打倒在地 随后上前控制在地面 进行猛烈的地面砸拳 再砸了十几拳后 对手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裁判立刻终止了比赛 这一战不仅教育了这位印度选手 更是向对手展现了我们中华儿女的气势 为我中华血性男儿点赞 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43秒可以勾获胜 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one by no count